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观众同样是寿星 所以祝福他生日快乐 然后他在362伏 我们上去看一下 昨天狂人没有发影片 因为我不小心把玻璃给打破了 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 哇现在物价都很高 连玻璃的价钱也非常高啊 非常可怕 什么东西都很高价 就这样子 这样子一块玻璃 既然人家说要5000块钱啊 有没有做玻璃的来评价一下 哎 实在是太可怕了 敢说5000块我还不敢听 好了走吧 那我不要修玻璃了 我把钱都拿来戳梅尔沙德的专属武器 是吧我们不要修玻璃了 没所谓了好不好 好了那今天 可爱欧皇 这个账号主人呢昨天生日 但昨天狂人没有发影片 所以今天是池来的祝福 然后我发现梅尔的形象走路还蛮特别的 你看看那个头 头会晃耶 哎呀真可怕 不过这个形象还真是帅气 寻宝大作战 OK上来之后 体地跟活地两个是没问题的 很认真玩 然后这个地方也非常认真 前一天就在安排后一天的事情了 OK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会玩的玩家 然后黑卷的数量是 诶 你没有黑卷啦你用完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凌张 你拿去抽了 梅尔吗 你抽了梅尔用完了 这个一定是课金玩家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 有课金你看看 很准的 因为 他刚刚那个地方 金费跟钻石跟黑卷的数量 不符合一个乌克玩家 应该呈现出来的样子 哦呦这里差点按到 按到有的时候 模拟器我就当掉了 紫色装备 虽然你都用成装 不过我帮你开一件厉害的 给你看一下 你自己看 哎呀实在是不厉害啊 好了 那我们上来之后 今天来看一下你的角色属性 背心大师96级 紫色五颗星 四百四十六啊 四百四十六万生命啊 那梅尔呢 梅尔三百万 OK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没上来的 一百三十二万 深海王八十几万 你宁可给格罗里巴斯给他轰回去 像这样的一个属性啊 背心大师是比较可惜 你可能不是阻念他了 这个生命的话 希望能够再高一点 但是你很显然你放掉了 狗狗侠 OK 深海王 深海王的装备 征服卡呢 还可以啦 还可以 你还有一个僵尸侠 现在装备都很难搞 所以 他的装备配的都没有问题 然后布阵的话 我们到PK场吧 去打架走 可爱欧皇 名字还蛮好听的 名字还蛮好听的 OK 今天台湾有下雨 有些评论外出要特别小心 2370万 逆我者王 诶 这名字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玩到游戏倒闭 你终于有一个玩家是夸游戏 很多都说这个一拳超人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一拳超人世界也快要出了 我们到时候再去玩一下 体验一下 体验不用花钱嘛 好 这个是大雄眼 这场战斗你没有问题啊 你这个阵型是比对手还要厉害 你狗狗俠 狂人帮你把狗狗俠 弄到前面去 好不好 然后你这边也打了联系嘛 你这个组合 很厉害啦 很厉害 好 那我们把没有的位置 诶 狂人帮你弄到后面去来了 其实 前面后面都没所谓啊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就这样阵型吧 先打这个逆我者王 往前打 看看今天可以打到第几名 昨天很想拍影片 以前我都会拍 再累都会拍 但是上次心脏动完手术之后 我现在都跟自己说 今天不能再拍了 今天不能再做任何工作了 因为弄太久了 哎呀好累好累 你工作超时的话 身体一开始没事 久了可能也没事 一有事就是出事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 奉劝大家 如果你累过头 真的不要常常这样子 累到觉得有一点点累就停了 隔天我们再弄也可以 跟狂人一样 其实呢 我发这个影片 昨天如果有拍 那个不是因为收入 因为昨天拍一条影片 顶多是几千人看啊 那个没有什么收入啊 那个是一个责任 跟一个 我们每天要做的工作 但很显然 昨天 没有办法 昨天的 葛罗迪巴斯 哇 因为葛罗迪巴斯增强 3800万 你这个战力打130万 伤害都打出来了 深海王 亚沙卡也2000万 那么你刚刚那个装备呢 葛罗迪巴斯 132万的攻击 深海王 90万 狂人就同意你这样子安排了 因为我看到你的战斗 现在发挥的水平是非常好 像这样的伺服器它是偏后面的 360几伏 360几伏 出的时间 说真的也不长 对面的大久年 对面还是有烽火 不过本身 左边打着一个联系追击 这个烽火的效用 没有什么效用 因为大久年这种角色 他是很怕深海王跟葛罗迪巴斯 一瞬间就爆掉了 很可怕 连背心大师都很害怕 是什么 葛罗迪巴斯 CP值很高的原因 然后主人这边还有练了一只 警犬侠 我觉得很特别 OK 逆我者王 瞬我者赢 不过这个逆我者王 打的也不错 本身是一个龙卷的形象 很可爱 OK 那接下来就是要越战了 强纳神啊 强纳神这个组合 走了一个复活 我们的主人跟他打可能是烈士 因为图像是要越战嘛 这个 会考完就拜拜 你要退坑啦 你这角色还不错耶 你这角色不会太差 OK 虽然这个是旧版的僵尸侠 不过他新版的有四只 我们跟这个玩家打看看吧 我个人是抱持着还是有点信心 好 他的大总监直接给他开到一速 这也是一个选择 因为速度起不来的话 你就给他高速 僵尸侠 僵尸侠 更快速 很可怕 这可乐里巴斯真的是可怕 这一场就是形成双方是对象伤害 也没有所谓说哪一方比较强 两个阵容都很像 但是你真要武术的话 左边这个阵容肯定会更好一点 主要就是这个僵尸侠 新版跟旧版肯定是有差 第二点的话是双方的速度 左边刚刚先发招了 第三点可能我认为这头金面虾 实际上的效用还是比对面大总监好一些 大总监是很可惜 当时这个风技能看了就很可怕 不过就是因为他太可怕 所以这角色有的时候消落的太快了 而且呢 你真的要讲的话 像是可乐里巴斯这种角色他万用 就算PK不能用了 我们很多地方还可以用嘛 哇还是很可怕 哇我们这个主人 真的是 哇这个随便都给他越战上去啊 吓死人了 OK逆向的行驶 波罗斯的一个形象 这些都是玩得很棒的 因为他们都在排行榜前面的50名 3900万 好啦我们打最后一场 打这个吧 武克要怎么拿到芳古啊 他有的时候之后会不会摆到应援棒去啊 这个教学告诉你咯 那你要记得按下面那个超级赞助 按10块钱就好了 好不好 没有啦开玩笑啦 好啦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3900万 因为我故意打战力更高的 想说输了我们就这个影片 也不能到太长嘛 你们喜欢看长的再怎么长 也是15分钟20分钟 对不对 跟你们聊聊天 然后一拳超人世界他快出了 还出的话你们到时候可以玩 但是我们奉劝大家玩游戏还是先观察一下 不要动不动就直接给他封顶啊封顶啊 哎呀太可怕了是不是 不是 游戏有的时候招火入魔也未必是好事 就算你有家财万贯 也不是好事 有的时候他是一个病态 你知道吗 行为性病态 行为性病态就是说 不是你有不有钱 你只要做一个行为太超过的话 他就会形成病态 那病态之后 你有的时候做别的事情 你会跟着病态 并不是因为怎么样 是因为你已经有先例了 先例先导致你有一个病态的 开启这个起点 大概是这个样子 哇这次右边的格罗第八十来势熊熊 有长方1780万 你会打三只四只 打到那么高的伤害 现在最后两只了 分长战斗要宣布赛果了 最终 以LT 白标克 获胜 哇这个背心的护体 还真的是非常高 这战力差了二分之一 真的是不好对付 哎呦 不只超二分之一哦 超过 哎呦 非常厉害 不过我们这个帐牢主人呢 今天他是生日 这个帐牢基本上是不用见点的 我本身有稍微去维克 也是不容易 也是还没有成年人嘛 对不对 学生都不容易 可爱欧欧皇 OK 那我们看看玩意里 还有没有办法再碰面 还有狂人在做做别人影片 还是要忙的话 再跟你们说了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大家 拜拜 捷克魔爪 好像很帅气啊 搭配这个形象跟名称 还真的是很帅气 还有谁呢 还有一个ELT的 这个是刚刚那个很厉害的朋友 特务白银 这个就是小屁孩啦 小屁孩再见 拜拜 小屁孩又回来了 哎呀小屁孩 三秒钟离开我的视线 三秒 两秒 一秒 离开 哎呀 结果离开的是另外一个不是小屁孩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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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